中華隊這邊當然也有形象 在Louis Lancaster的帥領之下 在緬甸那場球雖然說沒有辦法進球 但是大家看到了一個不同風格的中華隊 Louis Lancaster他基本上 在對緬甸那場比賽雖然在客牆 但是他要打 獲得到的方向 露甲燈 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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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力情況比如說如果柏梁不在誰來踢攻擊中場所謂的10號位呢 今天連續兩場球都是26號的這個小將 至於在今天中華隊所推出的陣容剛才 在六天之前他們跟同樣是在同一個海洋裡面的萬納度 替了一場比賽這場比賽3比1獲勝 其實吳俊青已經30歲了其實藍卡斯特也有講 就是說尾號先看一下你幫我拿球 對 這一腳傳的還蠻精準的準備要橫船 浩偉的傳中被擋了出來 今天浩偉還是在中華隊的右翼 剛才是二號的老將Hardes擋下這一球要打一個反快攻 所以我們去打速度也很快 黃建民剛剛立刻身體對方的持控球 對今天的身發11人裡面他的年紀最輕了 22歲 現前也只有出賽過三場的國際賽經驗 那事實上在 喔有機會 哇我們叫出來又有位可惜啊 對 轉身射門的時候 旁邊的殘盤已經舉棋了 對 因為香偉原本去對對方的門將壓迫的時候 他給的時候應該更早就要給了 等到李茂覺得香偉要自己帶他去扯邊的時候 香偉才把球給他 這邊要小心Benjamin的射門 OK 在地上彈跳一次之後直接被 有即時的化解 啊穿得有點輕糟糕 被Benjamin 拿到了球 智豪也上去做防守 現在這個位置剛好 哇 往中間送 還好沒有所羅門群島的人 對 智豪剛剛想要跟裁判要犯規 嗯 但是裁判沒有吹 也在二月底的時候拿到了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好 這次機會不錯 橫傳找到了隊友 越位了 啊 已經 已經越位了 已經越位了 對 那剛剛畫面上面 因為其實在 沒有在畫面裡面的助理裁判 剛剛在朱恩樂射門之前就已經是舉行 中間附近的停球之後 繼續往前衝繼續往前倒 好 所有門群島瀕臨城下 喔 結果這球被中華隊給擋出了底線 對 剛剛這個退防中華隊其實非常危險了 因為 他會記得一輩子 好 中華隊再來 加斯 全員出擊 選擇直接打本 換上來這個7號的AQUA呢 22歲了 他也是孝麗雲的 哇 這球危險 哇 要小心 蹲了兩拍之後 中華隊回放已經進來了 傳到另外一側 再往中間給解了 漂亮 小心 趕快 往前送 來打一個防禦反擊 可惜 可惜球沒有停下來 哇 哇 這球威權有一點大意喔 沒有注意到旁邊有喔 哇這球危險 哇還好一腳踢空 從我們群倒大好機會自己放 好 而且禮貌的突破最後也是被化解掉 哇 停得漂亮 哇 結果在這個位置犯規了嗎 對 對 在大框之內 14號的 Joseph被放倒在地 對 剛剛這 完結 哇這球沒辦法 猜錯邊了 讓所羅門群倒的隊長 33歲的老前鋒 本正平托托律 其實他目前是在 斐季的這一個 聯賽 踢球 那他從2007年開始 就代表所羅門國家隊來冠軍喔 那他也去過這個威靈頓鳳凰 嘩 所羅門群倒的後衛員們 拚命的 要擋下禮貌 對 那威靈頓鳳凰呢 就是紐西蘭的球隊 把這一球搬回來 好 大局的前行 哎 可惜 這條船的準度差了一些 最後被Mango給化解掉 也是要往前 來找14號的 手就處在約位置 對 好 上半場 終了的哨音被吹響 靠著Joseph 那我遭到犯規他們的隊長 菲仙 我們也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到中場報導 一個進球 對 那上一場比賽對緬甸 真的下半場有一個 勁到十足的射門 讓大家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好 下半場正式開滴 穿著藍色球衣的中華隊 或改善 也會改善另外七個問題 這是他的一個哲學跟策略 好球 好球 斷了漂亮 抓隊來了 是 又一得球 直接上 哦 進了 哇 真的差那麼一些些 就越過球滿線了 是 但我這個play我反而喜歡 浩瑋在上半場 但是今天 在匆忙之中第一時間傳球 可能品質沒那麼好 他剛剛 再帶一下 好可以再看 他眼角有瞄一下 再做傳中球 雖然被碰了一下 但是我覺得 中華隊要改善 攻擊的品質 Dunking 哇 在停球的時候 球被斷掉了 前面速度非常快 看誰 真道球 所有門群島得球 傳的也不錯 準備要射門了嗎 球被截掉了 喔 中華隊回方非常急事 對 後方的支柱 好 把位置卡好之後得球 出 出了 浩瑋 到另外一邊來給浩瑋 喔 傳的不錯 好機會 哎呀可惜 哇 能將幾時撲出 那當然因為中華隊 目前是落後的情況 如果我們 好 先看一下Will Duncan 喔 好 三個 四個打四個 傳的漂亮 喔 進球了 哎呀 上隊我們還住上 哎唷喂啊 哇 陳浩瑋 我們這個角度看起來好像百分之百要近了喔 對啊 怎麼會這樣 變成索羅門群島的護國神柱 哇 當然球在加強攻勢 要用兩個中鋒在前面的話 那麼陳浩瑋 有可能會是其中的選擇 是 哇 平速度 這個 disappe 衝上來了 是會有單打的機會嗎 先鋒角度喔 哇 傳得不錯 蘇電懸警角大好的機會 再起腳 被擋掉 喔 喔 安文傑 安文傑 你可以再用他的肢體動作來 安文傑在身上一次 BENJAMIN起左腳的射門 對 韓文傑精采鋪就 看到中間然後呢讓對方射門角度就剩一下 又是一次機會 韓文傑馬上發動快速反擊了這個長傳 印度的英雄杯其實也是前一次台灣跟大洋洲的對手比到賽的一個舞台 那時候我們踢的對手就是紐西蘭 紐西蘭的射門 小心 有生命 10號JerryDanga的射門 如果 如果沒有看到他們名字的話我會踢的是南非隊 有機會嗎 船稍微深了一點 好來組織一波吧 文智豪 過頂 喔 挺得不錯 想法很好可惜 唉唷 哇 差一點點直接挑過了守門員的頭頂 但他停下來都不容易了 那你還要做一個挑射 那李茂的想法的確是這樣子 他要來做這個嘗試 紐西蘭群島嚴陣以待 腳球開出再遠處 跟這樣趕快衝出來 還在中央隊腳下 哇 這門喔 好可惜喔 他剛剛要在卡位的情況之下 然後調整 生意興隆 哇 人球分過 這時候瀕臨城下 絕對要單刀 喔 好可惜 傳給菲 剛剛是王瑞被過 今天 這個Nawo好像有這個進攻能力 甚至他也不太一樣 一般的中後衛 是 可能頭槌強點而已 王瑞甚至是有 控球的能力喔 哇 連跑帶跳殺了進來 喔 直接選擇射門 可惜球已經出了底線了 喔 所以是所羅門的腳球 喔 機會來了 瑞傑 漂亮 哎呀 啊 稍微滑了一下 對 剛剛給球的位置好像比較在 好 好 加油 哎唷 直接的一腳抽射 哇 其實這一個 那些射門其實相當夠有水準喔 只是 不是喔 就讓 我們球員的故事有機會 被更多的報導 是 哎呀小心 哎唷 沒問題 腳球 哇 感覺上好像已經要把危機化解 一次兩次沒有清得很乾淨 被 對手直接衝 比亞 哦 傳的還蠻準的 停球之後 阿可惜 第二拍 對 已經讓對手 給層層的包圍了 畢竟這邊啊 沒有錯這傳球非常的棒啊 可以找到上來啊 左右夾起 而且前面還有個門將 對 結果不管停的再漂亮好像都沒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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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索羅門群島的防守也還做得蠻扎實的 這一次如何呢 哇還是被他們頂得出來 對 哇 早安可能要吃牌了 哇這個動作 好 應該這個友誼賽 裁判應該 往中間2 哦得球了 轉身要找隊友 再起腳 哇 哇 很希望當然前場 就這種 多嘗試進攻 也許會有一些陳瑞傑的射門 直接來個VOLY SHOT 好 腳球 這一次的腳球如何呢 現在是有 換換看哦 用Tonkin來 操刀 射得不錯 哎唷漂亮 哎呀 哇 哇 選擇打這種低頻的 腳球 最近的兩場國際友誼賽 索羅門群島是拿下一勝一合 打敗了萬納度 跟斐濟踢屏 今天在台北田徑場 最後是以1比0的 差距 一球之差 打敗了地竹中華隊 拿下了 原道而來的觀眾朋友 這些球迷們 也很開心 就是靠著上半場 一次比較要命的犯規 讓中華隊 比賽的交手是吞下了敗仗 很可惜 下半場是看到中華隊 把上半場 這一個搶得到球權 但是呢 沒有辦法 組織出射門的一些些 但同樣的 還是有最後這一角射門 攻門的一個品質呢 再跟對緬甸的比賽 可能還是有同樣的問題 是中華隊未來的課題 當然在球季現在 年初的時候呢 目前呢 國內的球員 目前本來並沒有在一個 比賽的狀態內 那 旅外球員 這一次